在侨界宣腾已久的纪念二战胜利纪念活动晚会 为海外华人写出了新的篇章 美南包裔集团董事长李温华先生领了全体工作人员 召集侨界数百位义工 经历将近一年的筹备 11月7号在休斯顿太空人棒球队赛场 搭起属于各族裔的盛大舞台 呈现一片族群和谐的景象 当天除了来自大陆的精彩表演 休斯顿各族裔也带来各自的文化演出 会上并颁发奖章表扬二战老兵 也为华人融入美国社会写下了历史信念 请看详细报道 由美南报业赤字举办的大型二战胜利纪念活动晚会 上周六11月7号在休斯顿棒球场Minimate Park揭开序幕 球场中央搭建的巨大舞台 承载着休斯顿多元文化族群 为响应世界和平声歌起舞 庆祝二次世界大战来之不易的胜利 当天球场中央搭建了巨大的舞台 国会议员El Green Shayla Jackson Lee 德州政议员Jean Wu 陈纳德将军孙女Neal Callaway 及乔介领袖代表 见证这次包养老兵的隆重仪式 美南报业董事长李卫华至此时表示 希望既由这次活动能唤起 世人响应和平的意识 既取二次世界大战付出的惨痛代价 同时也希望将具有多元族裔特性的 休斯顿各国民众牵手和谐相处 这次活动从5号起 来自世界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休斯顿 6号晚间在李卫华宅邸举行 Kick Off Party 为这次活动拉开序曲 11月7号当天下午 为二战活动暖身的画展热烈展开 现场林立巨幅自画 并进行剪彩揭幕仪式 随后进入活动高潮的 二战胜利纪念活动晚会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 谱出海外华人与外国族裔的和平序曲 也将华人舞台搬进美国主流 展现华裔在美国主流日行重要的地位 在美国主流日行与外国族裔的和平序